接著我們看第十五個 不可得空 不可得空 這裡提出有三說 有人言 于五韻十八戒 或者是六戒 地稅佛風空事 乃至十二處 當中 無法常法不可得 顧名為不可得空 另外有人言 諸因緣中 求法不可得 比如說五根指頭 五根指頭 你說在母子裡面有權嗎 或者是小子裡面有權嗎 並沒有 這五指因緣合合 有權 但是你要找五指 沒有權嗎 全不可得 顧名為不可得空 第三說 有人言 一切法及因緣 毕竟不可得 不但這個果不可得 它的因緣也不可得 顧名為不可得空 好 問曰 為什麼名為不可得空呢 是因為智力少的緣故 而不可得呢 還是說 實無而不可得 論主偉大 論主偉大 其實是諸法 實無自信 所以不可得 並不是說智力薄少 不可得 再來問曰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可得空 跟必經空 自向空 就沒有什麼差別了 為什麼現在還要另外說不可得空呢 好 答曰 如果有人聽聞以上總有的空都無所有 心理產生不畏 生疑惑 那麼現在說 為什麼是空的理由 因為你求所不可得 你找不到有一個實在的法可得 來說空的理由 因為你要到處尋找有一個自信 即使是不可得的 是實物的 而為它說不可得空 為了斷除這樣的懷疑部位 而佛說不可得空 所以者和佛言 我從初發心乃至成佛 即十方佛 於諸法中 要找一個實有的自信 即使是不可得了 這就名為不可得空 好 外人就問 什麼東西不可得呢 論主回答 一切法乃至無語涅槃不可得故 因為不可得空 就五曰 十二處十八戒 甚至無違法 逆盤也不可得 因為不得雜煩惱 因為不可得空 就是不得貪身之三度 或者四瀑流 四伏五概六愛七始 八協九戒十二 這個內容角度都有 種種必惡的污垢煩惱等都不可得 這個名為不可得空 好 那外人又問啊 既然都不可得 那我行這樣的空 我能得到什麼好處嗎 既然是一切法 前面提到乃至無意涅槃都不可得啊 那我行這樣不可得空 我還能得到解脫嗎 我還能得到既定位功德嗎 到底有什麼利益可得呢 好 論主回答 詩文可以得到三學 戒定位三學 可以得到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乃至可以得性禁念定位五根 或者說可以得到五無學法 就是無學的戒定位解脫之間 等等乃至始無學法 始無學法就是無學的八正道 加上政治還有正解脫 這都是聖文法的功德 如果是大聖的話 若得波羅波羅蜜 就可以聚足六度 跟菩薩十地等種種的功德 外人又問啊 你上面明明講一切法 乃至無語內盤不可得 那為什麼既然不可得 為什麼現在又能夠得 戒定位的三學 三無六學 乃至始無學法呢 好 論主回答 雖然得到這些戒定位 乃至始無學六度 始地等等 接著不可得空固 易明不可得 角著二四九 原本跟明本 他是說 皆去向不可得空 導師的筆記 是明本跟明本比較近 所以導師的筆記說 雖得戒定位等而去向不可得 第二個是說 雖然得到這些功德 但是不取著 而明為不可得 所以事實上還是有得到這些功德 不是說什麼功德都得不到 他還是得到這些功德 只是不取著 再來 為違法顧名為不可得 聖地顧名不可得 或者第一帝名不可得 第一義 像諸法十相 心形楚面 言語道斷 沒有能德所得的分別 再來 聖人雖然得諸功德 入無語念凡故 不以為德 而凡夫人 他以為大德 就像獅子 雖然有所作 不以為奇 可是其他眾生 就覺得也稀奇 如是等一 名為不可得空